那我想問一下冷靜的人 受傷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子 受傷的時候是 自己不知道自己受傷了 因為我從小到大其實是被教育說 在別人面前尤其怒哀樂是不禮貌的 因為會被人家帶來困擾 我諮商的可能要一年吧 我才突然在諮商之間哭說 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奶奶過世都很難過 我delay了十幾年 然後才講出來我那時候很難過 因為以前我們都覺得是慢慢長大 可是後來他發現長大是一瞬間 不過也就蠻感人的是他把這個書送給他爸爸 因為雖然我爸他表現得以我為榮 可是他其實對於親友 因為我爸身邊真的有很多那種 會跟他講說 你兒子怎麼會是同性戀啊 你好可憐喔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的同溫層裡面就是 對於性別非常不友善 就是你怕他也是要去處理這些事很累 對 所以我就選擇在他的世界裡面 我安靜的做好我自己 然後就是雖然我沒有成為你理想中的兒子 可是感謝你願意放下父親的期待 然後讓你的孩子在愛裡面自由成長 哇 嗨 大家見過的好嗎 歡迎到李克太太 大家好我是泰郎 大家好我是關曉雯 我覺得今天就是很輕鬆的一集 我坐在這邊看他們聊天這樣子 喔謝謝李克太太 謝謝 今天的主持人是關曉雯 辛苦了幫你倒水 洗澡水嗎 其實我下禮拜二也要去戴下牌的牙套 真的假的你為什麼要戴 其實我在睡覺的時候會磨牙 然後牙齒就會越來越歪越來越歪 然後我想要活到可能超過一百歲吧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角度想 就要吃那個太聰人的膠囊 對 就要掛好牙齒 固定來賓 對 加油喔 因為我戴了三年 然後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我以前牙齒很醜 但我現在 現在是很漂亮 好 好那我們今天呢 其實是要來聊這個關於就是 哈哈哈 把Key拉回我們今天主題是什麼 大家認為自己長大了是什麼事情 我覺得其實跟牙套也有一些關係 因為你是 這是你第一次做牙套 那一定想了很久 就會想說我已經這麼大了 我好像是 我到底是應該 這輩子跟他一起共存下去 還是我想要改他 因為以前我們都覺得是慢慢長大 可是我還發現長大是一瞬間的 爸爸不是都會講說什麼 你只要舌頭一直填上牙齒 你就會有一天可以變成跟別人一樣嗎 然後我就一直舔這樣 所以爸媽叫你把牙齒推出去 用念力教對自己的牙齒 我就以為是真的 我就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 因為我們家健康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好 可是因為我們去做完那個檢測是 發現這個手術其實是要 30到50萬不等 它是一個正二手術 他要把整個這邊效果這樣推進去之類的 然後後來可能爸媽他們就一直開玩笑說 天啊你又不用要當明星 牙齒那麼好看幹嘛 是不是真的要當明星 他講一整段就是為了鋪 他為了鋪他最後當明星 沒有 而且重點就是 反正以前就一直想這件事情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是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還去檢測 然後檢測完發現天啊 這是個大手術 我就想說算了 不要做了 之後來發現我每一年都會爛掉一顆後面的牙齒 一年一年慢慢爛掉 我就發現天啊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前幾年一直有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就覺得 蛤啊不敢 因為可能一做就要休息很久 或是一回來可能工作都沒了 就不敢去做這件事情 可是直到30歲之後 我就想說天啊 如果我人生還有什麼事情沒 就會覺得很遺憾 或者我想要改變它 所以我覺得 好像就是這件事情了 我覺得 人本來就要喜歡自己的樣子 可是如果你不喜歡你現在天生下來的樣子 然後你透過一些方法去幫助你自己 變成你自己喜歡的樣子 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也沒有好或不好 因為反正 目的都是要喜歡自己 只是說不要在這個追求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些人他可能 並不是不喜歡自己 他只是覺得他好像比較漂亮 那我想要長相他 所以我去整成你的樣子 然後等我真的變成你的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他好像更好看 那我想要再靠近他一點 我覺得這樣就有點歪掉 但如果你今天整形只是因為 可能你對於你的下巴不滿意 你就是從小到他這個下巴一直被人家嘲笑 你想要去改變他 我覺得這件事情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這也是長大的過程啊 你要了解自己是為了什麼 去做這件事情 像轉換跑道 對 那你要不要講講看 你在轉換跑道的時候 心中獲利了哪些事情 好這麼說好了 因為前幾年我在當娛樂新聞的記者 剛才那時候其實 因為說真的我前幾間公司也很大 就是電視台 或是心理每一條都叫得出來了 以前我們訪問誰都很容易 然後他說 我們這些新專輯要訪問了 來上個節目吧 後來他們就說 不好意思我們真的比較沒有空 我們出場的時間有限 一打開 上了一顆太太了 什麼意思 你說你是發現環境在改變 對對對 後來發現其實大家明星們有新的選擇 就發現天啊天啊 趨勢可能在這裡 後來我就決定要從裡面前進 你要抓到趨勢裡吧 可是一個是領別人的薪水 一個是自己發薪水給自己 難道你不會有害怕嗎 害怕都不行啊 天啊 其實優號有壞了 好處就是現在訪問 不需要經過別人同意嘛 跟主管說我們要訪那個誰 他可能說 這個點閱率很差耶 不用吧 誰啊 哈哈哈哈哈 然後現在就變成是我想要訪誰 就比較不用跟主管討論 就我們真的覺得他故事很有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自己做做看這樣 那你呢 你有轉換跑道過嗎 其實我人生一直在換 我覺得算是一直在換跑道 因為其實從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想要當服裝設計師 最近小時候看電視 就覺得服裝設計師很讚 結果我就考了服裝設計系 可是我連備曲都沒有 但我反而那時候考上了廣電系 他是我學弟 學姐 學 喔我為他學姐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考上事情廣電的 就老師一直說服我說他覺得其實 想做的事情跟擅長的事情 他不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算是聽了老師的建議去做了廣電 後來我真的發現 喔我雖然沒有很喜歡廣電 可是我真的蠻擅長做媒體這一塊 但我並不想做這件事 所以我就在畢業之後 又跑去找了服裝公司的工作 可是我沒有那個服裝設計的背景 所以那時候老闆就讓我 嘗試服裝成列 然後開始服裝成列之後 我就走上成列這一行 我的轉換跑道可能不是立刻轉 而是在某個交叉點的時候 我可能要去做選擇的時候 我會去選擇一條 欸我可能沒走過 但是好像適合我的路 當時其實本來都在 一樣是拿人家的薪水工作 然後後來我就突然覺得 我那時候27歲 我就覺得 我還要繼續就是 領薪水嗎 因為其實我蠻想當老闆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 那時候的男友 然後就現在的老公 對啊 那時候的男友是 換過了嗎 換過了 沒話沒話沒話 剛好那時候也是遇到一個人生的交叉點 就是我老公那時候是警察 他不喜歡當警察 我也希望可以拉著他 建立一個我們兩個新的生活 這樣 所以我就問他說 要不要我們都離開現在的工作圈 然後我們重新開始這樣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決定 我從台北離開 他還從彰化辭職 然後我們一起到台中 然後重新開始 中間在做的時候 因為創業真的很難 然後加上我們其實也不是說很有錢 賺的速度很慢 但花的速度很快 所以登的過程當中其實蠻辛苦 然後我朋友 其實就是Apple跟布丁 他們就建議我說 你要不要先打開你的知名度 這樣人家比較會看到你 那人家看到你之後 才有辦法知道你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那時候我就被他們拉著 一起做了KOL這一塊 一直到現在 那為什麼會想要當老闆呢? 對而言當老闆是什麼樣的意義? 我不喜歡一直是聽人家的命令去做事情 你有你的想法 可是老闆有老闆的想法 但因為你是離人家的薪水 你只能尊重你的老闆 在職場上我一直有這樣子的感受 那我就覺得如果 我有辦法把主導權拿來自己手上 我想做什麼 我都可以自己做的話 就是我會覺得這樣比較適合我 我跟我的同事 員工們聊天 他們就說其實很多人都會 每個星期都在想 我要不要辭職離開 你說你的同事嗎? 不是我的同事嗎? 不是我的同事 我想說誰? 我想說也蠻酷的 跟老闆到底有多好 可以跟老闆說我想講這個 我就會好奇嘛 大家到底是怎麼想的? 其實我也經常遇到有人來 跟我講說他也很想要創業 他也不想要當人家的員工 我都會先跟他講說 不管你要不要創業都可以 但我只能跟你講 如果你是因為 覺得當人家員工很委屈 或是當人家員工很辛苦 那創業絕對會更委屈 更更辛苦 對吧? 因為創業其實就等於是抗責任 其實我覺得長大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有沒有抗責任的能力 有很多人就是活到四、五十歲 他還是在逃避責任 或他還是只會拿他的年紀壓你 我就會跟他講說 其實你並沒有長大 你還是一個小孩子 你只是年紀長到四十歲 我覺得長大的關鍵 其實是你有沒有能力 為自己負責 當你失敗的時候 你有沒有能力解決這件事 還有你要去翻閱你過去的人生 當你覺得人生不順遂的時候 你仔細想 到底是什麼環節出錯誤 你可以把它寫出來 然後你就看著那個紙 當你發現 媽媽 媽媽對你不好 這個另外一個是 妹妹有問題 然後再下一個是 同事 同事能力不足 當你發現你歸姻出來 全部都是別人錯的時候 你是不適合創業的 對 就是如果當你發現所有的問題 都是別人對不起你 世界對不起你 你都沒有錯 你是全世界最委屈的那個千里馬 沒有遇到伯樂 你就不適合創業 你甚至還沒長大 他就不是千里馬 但基本上人會覺得自己是千里馬 你就是草泥馬 你只會對人家吐口水 這樣我身為現在就是算一個小老闆的心態講 我就是要請比我厲害的員工 我就是比我做員工能力差 全工自我能力就最差 所以我當老闆 不然呢 就是你了解你的缺點在哪 所以你才要請這個員工來補足我的這塊缺點 如果我請你來做我會做的是我幹嘛請你來 對 大家在看自己的專業的那一個小塊的時候 都不會看到老闆的專業是什麼 喔你說他只會把自己的這塊專業跟老闆的 同東西拿來比 而不會去想說老闆其實在可能同重能力 或是開發能力比我厲害 因為一個公司他要運轉 絕對不會是一塊一塊一塊的 一個人對一個人溝通是很簡單的 當這個人超過兩個人溝通是N加1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每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然後適合什麼 他們想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安排的能力 雖然說現在安排也是別人在安排啦 但是你也要先找到那個會安排的人 換個位置換個腦袋其實是真的 我後來也覺得換位置換腦袋 他並不是一句批評的話 因為人在不同的位置本來就要用不同的邏輯思考方式 他必須換腦袋 就像如果你今天已經當了媽媽 你還用女兒的角度在思考跟你女兒的關係 那你就會變成兩個小女孩 員工跟老闆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我覺得長大的另外一個過程就是 懂得每個位置有每個位置的困難點 同理對方的處境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理解對方為什麼這麼做 那像你剛剛說 同樣的當了媽媽之後 你更能去體諒自己的父母 對 你有想到小孩嗎 隨緣龍 我應該是不會 我應該是真的不會想到小孩 不喜歡小孩 就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為一個生命負責 我覺得養小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而且他需要很大程度的犧牲自己 就像你講 你看你兒子剛長兩顆牙齒 你就要開始擔心他未來的人生 會不會受到欺負什麼的 不得不說我就是一個 擅長把自己的日子過好 所以我就會覺得 如果今天我要把我自己犧牲掉 然後去照顧我的小孩 我就很怕我會在失去自己的同時 也沒有辦法當好一個父母親的角色 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判斷 我適合當家長 對 那你覺得關於照顧自己這件事情 怎麼樣算是有把自己照顧好 就是我的人生如果遇到任何狀況 我都有辦法自己解決 就算我要求助別人 也是我在我能力範圍內解決完之後 不行 然後我也想好了 我需要別人給我餘有什麼樣的幫助 去適度的尋求 但並不是想要把自己的責任丟出去 就是為自己負責 為自己負責我覺得真的是 他聽起來很抽象但不會 因為其實我覺得人生是這樣 當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就是看出一件事情的好壞的時候 因為好的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就是你結婚也好 結婚也很開心 婚禮也辦得很開心 可是你可能要離婚的時候 如果真的面臨離婚 或是吵架的時候 這時候才會看得出來 兩個人的相處問題在哪裡 因為兩個人好的時候一定什麼都好 可是當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怎麼解決問題 這就是自我審視的每一個機會 我會常常在我今天出trouble了 然後我要怎麼解決的時候 去審視一下自己現在到底走到哪裡 我現在32歲 我是不是一個32歲可以為自己負責的人 我常常會這樣去思考 前兩年我家裡發生蠻多事情的 然後我就發現 我居然是站在最前面 一邊掌控好我的情緒 一邊把這件事處理好 然後一直到我可能開車回家的路上 我才崩潰痛哭 然後我就覺得我長大了 我小時候只要是 光是出櫃然後被父母講得難聽的話 我就一個月沒有辦法好好生活 可是到後來變成是 當發生更大的事情的時候 我可以當下handle好 然後把所有人的情緒都照顧完以後 我才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可以崩潰 我就覺得 我好像長大了 因為我有能力解決這些事情 不造成別人困擾至於 我還可以幫別人解決問題 就是我判斷我自己是不是長大的標準 同樣的能力也變大 像處理情趣的能力 對 照顧別人的能力 對 這些是發自內心 你就覺得這個 就是我應該要做的嗎 我已經30了 我覺得應該要會這些嗎 應該是說 我希望我能力有辦法到那裡 就是我不喜歡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很恐慌 然後我甚至會發抖 然後會哭 我自己會覺得那樣子好像很無助 然後我什麼事都做不了 我只能靠別人來救我 靠我爸靠我老公來救我 我就不喜歡這樣 那至少你是看到 知道自己不喜歡那個樣子 你是會去正視他 你會用其他的方式 讓自己不要那樣子 而不是去逃避 就是 那我就盡量不要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好了 可是因為我覺得 你不想發生的事情 它通常都不是你能控制的 有些事情它就是會發生 然後它可能也不是你的錯 它就是發生了 自然而然就發生 然後其實也會想逃避 說坦白話 誰會想要去面對不舒服的事情 如果你還沒有發育到 你該成熟的那階段 像有人說30歲是新的20歲 其實我不認同這件事情 我覺得30歲就是30歲了 對 那會有這樣子想法的人 或許他們真的在人生中 要有一個突發事件 就是你已經躲不開 就是要面對 那時候就會強迫長大 對 你應該其實也遇到滿多 就是出乎你意料的事情 對吧 可是其實你好像解決得還不錯 你會怎麼去面對 那些你不想發生的事情 它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遇到的事情 都是突然在我臉上 對 它還要到臉上 你像一個派飛過來 突然就在我臉上 我就是一定要這樣子看著它 但因為我從小到大 其實被我爸媽保護得太好 那當遇到 你想不到會有這種事情的時候 然後第一個是定住 想說好 怎麼辦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我會想說 它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還在以為做夢的時候 對 我還不確定 等到身邊的人一直跟你說 怎麼樣 就是發生什麼事了 我才會說 我好像要來面對處理一下 可是我覺得好的是 因為從小到大 我媽都說叫我要勇敢 一定要重新到勇敢 我就說好 那我如果現在 怎麼樣對我來講 是一個勇敢的決定 對 那就是 真的是政治問題啊 因為我不是屬於一個 膽子很大的人 我只是可能 很近 照的時候沒有什麼表情 但是我真的沒有 像我不敢看鬼片 然後講鬼故事 我也完全不敢看 我沒有想到等於他這個 可是那面對事情的時候 你會 哭嗎 就假設遇到這個 啪到你臉上的事情 不會 因為太驚訝了 等一下我先問一下 你會哭嗎 我最近蠻常哭的 你蠻常哭的 你蠻常哭的喔 對 好感 你這樣問你也問不下去啊 你問屁啊 不是因為 你又沒有繼續問出 那他什麼事 因為他萬一是私事回報意思 我其實不想挖 對 可是 沒有我只是好奇說 因為你是一個很冷靜的人 那我想問一下 冷靜的人 受傷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受傷的時候 是自己不知道自己受傷了 喔 是就好像 對於這個世界 我的好像有點麻木一樣 嗯 你說你的感知能力真的比較弱 對 可是就越是這樣的人 越容易生病對不對 就心裡面 越容易沒有那個 對於這種創傷的危機意識 就像沒有痛絕的人 去握很燙的被子 嗯 那我那時候的狀態就是這樣 因為我從小到大其實是被教育說 在別人面前 有喜怒哀樂是不禮貌的 因為會被人家帶來困擾 我們都喜怒哀樂 真的假的 我們都喜怒哀樂乘以5欸 就是我懂你 就是你受傷的時候 你當下其實是震驚多於 去自我保護 或是去防禦他對不對 嗯 對 就像你在開車 然後有一條路經過 車頭燈照到他 路就只是這樣看著你而已 喔 類似這樣子 所以車有可能會撞上去 對 車有可能會撞上去 也可能沒撞上去 就像 而且我是剖腹 身起來是剖腹嘛 然後大家都說很痛 就會絮麻藥 對 我一個麻藥都沒有絮 就是 就是剖腹完 然後他護士就說 欸 你要下床去上廁所囉 就是你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傷口 然後我就說 你是說現在嗎 現在要自己走路去嗎 他就說對 然後我就很乖聽話 就是自己就扶著 然後壓著傷口 但很痛 然後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痛吧 哇 所以你不是只有 你不是只有情緒上的冷靜 你是連 你真正冷靜的 你的神經其實也是冷靜的 對 這比看鬼片還勇敢 就是要壓著自己的傷口 只是你會覺得說 喔我走去廁所很慢 因為要半步半步的這樣子走 哇 他真的是理科太太 你真的是理科 你不是理科 你真的是理性太太 然後又要壓著 然後又覺得有傷口 所以我要消毒 就在那邊狂拿酒精噴 然後就這樣壓著傷口 插馬桶再坐上去 哇 OK 可是我算是有在逼自己的身體 好猛喔 你從精神到身體 都有點異於常人 但是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容易 到了一個臨界點的時候 我的諮商師 他一直不斷的提醒我 當你發現你根本不餓 一直在吃東西的時候 這就是我自己 每個人的簡訊不一樣 這就是你的壓力過大的簡訊 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在承受壓力 就像我剛剛不知不覺一下 我就吞了一顆你帶來的泡芙 對 那你肚子餓了嗎現在 我不餓啊 你就吃了一個泡芙 可是我就覺得這個時間 好像可以吃飯 所以這樣是壓力大的簡訊 對我來講 是啊 因為我在非正餐時間 我們給你很大的壓力 我們做得越來 不是 還好嗎 我們放輕鬆 沒有沒有沒有真的沒有 真的不是真的 我們怕你壓力太大 我們希望你快樂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喜歡人家快樂 我現在滿快樂 我現在還開心 怕我緊張了一下 對啊我想說 我們可以造成很大的壓力嗎 沒有沒有不是 OK我們希望你快樂 我諮商的可能要一年吧 我才突然在諮商之間哭說 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奶奶過世會很難過 我delay了十幾年 然後才講出來我那時候很難過 他明天會跟你講這泡芙好不好吃 對 或是下個月突然說 我上次吃 可是 你不要打斷那個感覺 不是我想問的是 你延遲了你對於傷害的 延遲了你的情緒 那你在奶奶過世的那個當下 你沒有去表現出這個情緒 是為什麼 你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嗎 因為我從來不懂得怎麼表現情緒 你是不知道方法 而不是覺得當下不能表現 我當下也不知道要 該表現什麼 我只有問我爸說 你可不可以去摸奶奶一下 他是不是冰的 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冰的 那好 爸爸告訴你奶奶是冰的 然後呢 你心裡面 你的想法是什麼 然後我心裡就是 他真的離開了 那你有接受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就是我到現在對於那一段 唯一 就是那我是我僅有的 最後面那一段的記憶 了解 因為我跟我奶奶其實很親 嗯 然後就 那個悲傷的開關被打開了 嗯 以前可能 我受到的 別人跟我講的一些話 其實是全部都是很傷害我的 我也不知道 是 都在諮商的時候 一一一被打開 然後我就覺得 啊 怎麼會這樣 就像諮商師會問我說 那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嗯嗯嗯嗯嗯 我就會一陣停頓 我就好像會有什麼感覺 哦 我可以跟你講 現在 插手機 溫度幾度 濕度多少 風速多少 可是你問我說 嗯 現在什麼感覺 我就會想說 嗯現在什麼感覺 有沒有感覺啊 那諮商師是用什麼方法 讓你想起你奶奶這件事情 起碼花了八個月一年的時間 慢慢的問 慢慢的問 要我去回想 甚至說 我去回想 我某個親人對我 嗯 我都不會 有辦法深入分析到 我對於那個情感 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 是要靠諮商思想 那我也是學著 諮商是在分析我的方法 來分析我自己 哦 所以那是哭完以後 就沒事了嗎 還是你就知道 怎麼面對他 我就知道說 如果難過好 就哭完就好了 哦 要讓那個情緒通過 對 通過自己 可是以前沒有過 我以前就說 嗯這件事情發生都發生了 哭也沒有用 你覺得哭也沒有用 或是難過也沒有幫助 可是殊不知 我常常頭腦已經衝到前面 可是心卻沒有跟上去 該發的情緒沒有發完 就是心沒有跟上去的意思 對 因為我跟你相反 我從小到大都是感情用事的人 你一定 你就是那種很理性的人嘛 所以我就是非常不理性的人 所以我就是非常不理性的人 我發生事情的當下 我都要先正視我的情緒 我都要先表達我的情緒 就是我不高興我就要哭 或是不高興我就要鬧 可是後來才會所謂的反省 為什麼我要這樣鬧 或為什麼我要這樣哭 你應該跟我要相對不對 其實你跟我要相 就是我們兩個都是情緒 比腦袋走得還要前面的人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是完全不一樣的觀點 我們在學著怎麼理性處理事情 所以我們在學著怎麼長大 然後你在學著怎麼把你小時候 沒有修完的課程修回來 像智商師就會問我說 你怎麼會讓他這樣子對你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這樣子對整體來講 會是比較好的狀況 他就說那你自己呢 然後我就說我沒有想太多 我覺得這樣做才是對的 可是有的時候我必須要違背 理智分析完的那一面 做真正這樣子才是照顧自己的事情 因為有的時候 最大局對的事情跟照顧自己 有可能是相反方向 對 所以你以前很壓抑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在壓抑 壓到不知道自己在壓 你的成長經歷誰教你的一些 就是誰教你要去想這些 其實我覺得我的Role Model就是我媽 我媽就是一個從小到大 就是出來賺錢啊自己創業啊 然後事業什麼都做得很成功 照顧整個家族的人 所以對他來講 我覺得他也沒有在處理他的壓力 但是他有個宗教的信仰 可以讓他什麼東西都有的解釋 然後有一個依託在 有一個更大的存在 可是對於我來講 我沒有像他那麼靠近宗教 對 所以我的地方沒有 沒有一個地方去 那我從小看到他 照顧全部的家族 承擔全部的責任 我不知不覺中 變成了那樣子在做事 可是並不適合我 我懂 你其實是很喜歡你媽媽 你也覺得她那個人生很棒 所以其實你想要讓自己 變成她那個樣子 我覺得我不知不覺下 變成了我媽媽 可是我跟我媽就是不同人 生活的價值觀 跟附近的事情也都不一樣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因為我其實並不喜歡 我爸爸的價值觀 我爸是一個很傳統的沙文 然後從老到大我也一直被 期望我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可是因為我內心的自我意識太強了 我想要這樣 不管別人怎麼想 我就是想要那樣 我就是想要這樣 就是我腦袋會一直跑出這些想法 我會優先去接受我這些東西 而不是去接受別人對我的期待 或是看著別人怎麼做 我覺得她那樣做很好啊 但是我不想 我就是照著我的方法在做 所以我遇到的問題跟你比較不一樣是 我從小就是壞小孩嘛 永遠都不照著人家給你的路去走 然後我一直走我自己的路 可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因為我這次寫了一本書嘛 我寫完這本書之後 我才發現我裡面很多次 不斷的提到我爸 然後我就很訝異 然後我想說原來就是 我還是有受到他很多東西的影響 我的有時候影響是 因為我看著他那樣很辛苦 所以我不要變成那樣 就是也有這種方面的影響 有人說在找另外一半 要嘛要找一個跟你的父母很像的人 要嘛跟他找完全不像的人 其實某種程度都是因為父母而被制約了 對 不然為什麼要跟這個有關係 對啊 你跟他多相處你就會很驚訝 他真的好樂觀 欸那你為什麼不樂觀 你父母樂觀嗎 還好耶 對 你是領養的嗎 不是 因為從小到大你會覺得家裡的環境 可能沒有那麼的溫和或是快樂 你就會一直告訴你自己說想要快點長大 然後自己去賺錢自己打工自己支付自己的花費 就想要自己讓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的模式 因為以前就是我爺爺是軍人 所以我們家管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說可能我爸連我吃飯的時候不坐挺 或是我偷偷打了一個人洞 又買了第二顆耳環 全部都會被罵 就是嚴格到這種程度 那你有說文美嗎 有啊後來也被罵了 因為文美不是現在長大後世 就他什麼都罵 這樣也可以罵 大家會說你不是聞過了嗎 為什麼三個月又要補 我說因為我一直卸妝所以會掉色啊 就是我要怎麼跟他解釋那麼多 他的出發點都是來自於說你不要浪費錢 或者你已經有一個人款 為什麼要買第二個 他就不一樣我當然會買第二個 對啊我有十五個 對對對 就是我們家是管的比較多的那種人 所以後來就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就決定自己說 我的花費我來賺我來決定 你們都不要管我了 我算是比較自立自強一點點 現在的痛只有下面牙齒痛 沒有什麼心理的創傷嗎 你說家庭環境嗎 自己心裡的動 就是只有自己知道 人生中的 我覺得創傷一定有 可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覺得 那是一個多大的創傷 對對對 就是我就很喜歡遇到各種事情 就各種事情來了 就怎麼變這樣好好笑喔 我最常的反應就是好好笑喔 怎麼會有這種人 或是例如說 像我們可能合作的時候 遇到一些比較機外的廠商 我最後都會笑出來耶 我說太幽默了吧 怎麼變這樣 然後像曾經我就遇過一個 某一個很瞎的一個直播單位 就對了 我們就提早了兩個小時去彩排 然後可能因為那攝影棚就是那麼小 我們從頭到尾在外面 七八月大熱天在 我們坐在路人的機車上面等 然後已經熱到不行 我想說通常不是經濟人會生氣嗎 雙都融化 對 我就突然有經濟人說 欸好好笑喔 我們在等什麼 我就突然笑到不行 我說天啊我太喜歡今天了 你好樂觀喔 哈哈哈哈 聽起來很可怕耶 聽起來很生氣耶 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真的翻臉 對啊你會不會真的哪天就是 不會如果我真的生氣我都會現在講 我就會立刻一結束 其實我覺得是剛剛那個不OK 可是如果說我沒有這樣講 基本上都還好 我一直很想知道 你的樂觀有源頭是誰 我覺得應該是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遇到事情笑笑的講 是我看到他我覺得好笑的地方 你去發掘了可笑的一面 對 對我就覺得哇太幽默了 這樣也可以做事喔 哇蠻刻薄的 蠻刻薄的 你覺得這個人可笑 我覺得是一個蠻不錯的 很針對的 發現情緒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健康的 與其在那邊生氣說 他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不如說哇 怎麼可以這樣也可以 是轉換自己情緒 我覺得大家可以學一下 這個很不容易 就你要站到一個高度 你才有辦法 往下看才有辦法笑出來 那我們要不要提一下 為什麼你寫這本書 你想要跟世界說什麼 我想要跟世界說什麼 我想要跟世界說什麼 好突然喔 你要跟整個世界講 還要跟大西洋外面 你就跟台灣人講就好了吧 對台灣人講就好了 跟世界講也太累了吧 其實我覺得這書跟那個 今天想聊的東西也有 有些關係 而且關曉文也有推薦 還是你要不要跟你講 好啊你可以講欸 這本書呢 叫做面對這個世界的惡意 我也會活得毫不客氣 因為你們一看完這本書呢 你們就會發現 天哪原來世界上有人比我更可憐 我覺得自己不信的人 就去買這本書 看完就會覺得自己還好 應該說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都有不同的故事在發生 一個人是其中一個人 他也是其中一個 可是他面對世界的方法 可能不一樣 到底是有多可憐 我看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人 不喜歡自己看起來脆弱 或看起來一團亂 對 所以其實我也是慢慢在學習 因為我覺得我並不是那種理想的人 就是我從小到小都是一個 可能被很多人討厭 被主流討厭 然後也不符合 大家對於一個好孩子應該要有的期待 這樣子 然後也不是一個兒子該有的樣子 可是因為我剛剛有講嘛 我有一個很奇怪的能力 就是我會一直知道我要幹嘛 我腦袋會一直告訴我說 欸我現在就想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怕找不到方向 因為我一直都知道我路在哪 我會遇到的問題 通常都是有人要擋在我的路上 告訴我說 欸你不可以走這條路 你就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的想法就是 就是我要把你從我的人生道路中挪開 因為我要往前走 我不想要被你擋住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不一樣 因為像我跟你就是 天差地遠的兩種不同人 所以我只是提供了我成長了一些故事跟我的看法 給大家去思考說 欸我是這樣子想的 因為裡面有一些太過極端了 我覺得沒有那麼推薦 立刻 只是說你們可以看到 喔原來有人可以這樣想 你說我裡面有 有時候會想要拿什麼很滾燙的爐燙燙一些人 我哪有這樣講 欸 爛講話 那個都刪掉了 我說面對這世界的惡意 他確實活得真的毫不客氣 但這個活得毫不客氣的前提就是 我不去影響別人 面對人家惡意來傷害 或是來攻擊你的時候 你這時候就不需要再對他文良公點讓 因為我裡面有一篇其實在講禮貌這件事情 我說人之所以會有禮貌 是因為他必須要社會化 以及犧牲掉自己的一些個人的感受 他才有辦法做到禮貌這件事 否則為什麼我們要對一個人很有禮貌 這都是人家出社會的時候人家教你的嘛 所以覺得每個人的良善有限 然後每個人的禮貌這件事情也是有限的 所以我那一篇叫做 面對無理之人我也沒什麼好客氣 然後這個書的名字就是出版社從那一篇 得到的一個啟發這樣 只是我覺得我也沒什麼好客氣聽起來 有點像小朋友 所以我才改成我也會活得好不客氣 不過有一段蠻感人的是 他把這個書送給他爸爸的時候 我覺得我看到他那篇PO的時候 我覺得蠻感動的 其實我要送給我爸 你是不是裡面很多罵你爸爸的話 然後還故意送他 一半以上都是 我沒有罵我 你爸會拿到反稅吧 有一半以上是你媽的你爸 我沒有罵我爸 我只是在講我跟他的觀念不一樣 但其實真的有控訴他的一些 我覺得他可能當時沒有處理那麼多 你爸真的看得完這本書嗎 我跟你說 我昨天因為我昨天回我老家 我發現我爸已經看一半了 他已經把我講他的那段都看完了 他說過年不用再回來 但我跟我爸現在感情很好啦 我覺得我爸蠻成熟的 真的就是 因為我爸以前 我說他以前是沙文 可是他其實慢慢的改變自己 這件事情其實是讓我最感動 就是一個五六十歲的人 可是他願意改變自己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難 因為二十幾歲的人要改變 或三十歲的人要改變 可能遠比五六十歲的人來得容易一點 可是他也願意改變 我就會覺得 那我有什麼好 不改變的 所以我也改變了很多 我對於傳統價值觀的想法 因為我以前很激進 我以前就覺得傳統價值觀很迂腐 或者是父母有些想法 他們都是錯的 都是不尊重就是性別的什麼的 可是後來長大過 你就會發現 因為他們的時代背景是長的樣子 在他的那個時代 他所認知到對的事情 跟我們這時代並不一樣 可是他都願意改變他 那我也願意去選擇尊重他 所以像我要出書 我都沒有告訴任何的親友 就因為我也怕我爸 會不想讓大家知道 因為雖然我爸 他表現得以我為榮 可是他其實對於親友 因為我爸身邊真的有很多那種 會跟他講說 你兒子怎麼會是同性戀啊 你好可憐喔 什麼之類的 就到現在都還會講這種話的人 所以我也是為了避免 因為他的同溫層裡面 就是對於性別非常不友善 就你怕他也是要去處理這些事很累 對 所以我就選擇在他的世界裡面 我安靜的做好我自己 然後我可能去找他 我會穿著美女一點 穿個Polo衫什麼 你故意穿著美女一點 跟我抱拍照 這樣子 其實你知道 我這樣我爸畢業典禮 我跟他合照還這樣 然後就看起來 像是一個一性戀小男生這樣 就是我覺得在他的世界 我努力的 扮演好他覺得理想兒子的樣子 我前面有提詞給我爸 然後我就提說 就是雖然我沒有成為你理想中的兒子 可是感謝你 願意放下附近的期待 然後讓你的孩子在愛裡面自由成長 哇 我覺得這是我爸 讓我感到偉大的一方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之前你講的嘛 人要互相體諒 就是他是父親 他有他的角色跟他的立場 需要去思考 我也是可以去試著體諒他 好感人喔 從原本很激進的兒子 到最後大概只有半本在罵爸爸 哈哈哈哈 我覺得太多了 少一點好不好 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半本而已 然後能了解爸爸的限制 互相讓對方可以生活容易一點 其實也是長大過程啊 對 從激進到 就是 到溫柔 還這樣子拍照 對啊 我現在最後一張跟我爸拍照了 你確定 你確定 因為他們都這樣拍啊 我每次跟郭敏 我每次都要幫他們拍照 他們就一排人站的 然後都會這樣 西瓜鐵木鐵人 就是這個是成功人士最愛拍照的 真的喔 對啊 因為我幫他們朋友 一群都是 就是都是當老闆的人 他們就很愛一群這樣 學起來學起來 兒子啊 現在 拿著書 然後這樣兩個人 謝謝泰辣跟關小文 謝謝 我最後想問一題 為什麼會找我們兩個一起來啊 剛好缺來賓 現在下一個還沒找二人 懶得 懶得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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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兩個話多的 對 我就可以就停下來這樣 稍微放空一下 回來沒有人會發現 有預期的輕鬆嗎 超輕鬆的啊 真的喔 好那今天就這樣啦 謝謝 謝謝 那今天就這樣啦 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 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如果還沒訂閱的話請幫我訂閱一下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他在最後回復理性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